国会上议院治理联政及反弹特别临选委会 今天一决将和下议院协商成立 联政及反弹相关的联合委员会 也是委员会主席的上议院主席丹斯里莱士雅丁表示 他已经和下议院议长丹斯里阿泽哈展开磋商 莱士雅丁今天通过文告表示 目前只有上议院设立相关的委员会 但他相信上下两院不久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 共同成立联合委员会 莱士雅丁相信联委会一旦成立 将会携手监督反弹会监督反弹的事宜 他也希望从政者加入反弹行决运动 让行贿者和受贿者一样 接受同样的调查和对付